其他国家的监狱有多奇葩 生活条件比酒店还要好 吃牢饭竟然比打工还要强 这样的监狱有意义吗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世界上最舒适的九大监狱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第九名 墨西哥切图马尔监狱 这所监狱为犯人们设立了夫妻房 犯人的对象可以搬进来与罪犯一同居住 切图马尔监狱还提供工作岗位 让犯人和犯人的家属制作一些手工一品卖钱 让墨西哥政府头疼的是 这个监狱已经成为了墨西哥黑帮的指挥中心 很多黑帮大佬都在这个监狱里居住 因为这里条件好还能与外界联系 第八名 委内瑞拉圣安东尼监狱 在这所监狱里犯人绝对自由 只要不出监狱的大门就可以 犯人在这里可以上网 可以炒股票 可以做生意 圣安东尼监狱还非常贴心的建立了交友中心 男犯人和女犯人在交友中心 可以自由恋爱 很多犯人都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 除了不能出去以外 这座监狱和普通的小区没有什么两样 第七名 印度甘地达萨监狱 进到这个监狱就像进了小宾馆一样 里面有冰箱 空调 电视机等家电 一人一间卧室 作为关键的是 竟然还有公共厕所 这在印度可是高端配置 为了让犯人们放松心情 甘地达萨监狱还设立了KTV 犯人们可以在这里尽情高歌 第六名 埃塞俄比亚马卡莱监狱 这所监狱比较奇葩 除了生活基础设施完备以外 马卡莱监狱还开设了各种商业课程 里面有金融专家为犯人们上课 进入这所监狱的犯人 在出狱后都会选择创业 有一半人都成为了富豪 最重要的是 犯人们在这里可以与三教九流建立人脉关系 监狱并不限制犯人们的交流 第五名 荷兰监狱 荷兰的监狱待遇非常好 是世界上著名的养老圣地之一 在荷兰的监狱里 犯人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单间 卫生间 厨房 家电 应有尽有 不仅如此 犯人们在这里还可以健身 郊游 相对窄一点的犯人 还可以选择到监狱里的网吧 上网打游戏 在网吧附近还有咖啡馆 玩累了 可以到里面喝一杯咖啡 第四名 西班牙阿兰菲兹监狱 在这所监狱里 犯人不会妻离子散 犯人们可以和家人们在一起生活 监狱提供居住场地 各种家电 应应俱全 房间维修也十分温馨 在这所监狱里的犯人 还可以选择工作 监狱提供工作岗位和相应的场所 曾经有位犯人想做木工的活 狱警就为他提供了一个 专门加工木料的场所 连机器都给他备好了 第三名 新西兰奥塔哥监狱 奥塔哥监狱里的犯人 同样可以自由活动 只要不出监狱的大门就可以 每天点名一次 每个犯人都有独立的房间 进入奥塔哥监狱后 犯人甚至感受不到 自己是在坐牢 仿佛是在外出度假 在奥塔哥监狱 犯人还可以选择进修 每天都有教师过来讲课 通过课程考试后 犯人可以获得学位证书 这监狱要是放到我国 那么会被考研党挤爆 第二名 罗威哈尔登监狱 这所监狱被誉为 欧洲七星级监狱 该监狱始建于2015年 罗威财政部拨款300亿美元 建造了这个监狱 挪威花了这么多钱 目的是为了让犯人 过上人性化的生活 在哈尔登监狱里 有上百寝的森林公园 犯人们吃饱了 可以到这里来散步 这个监狱里还修建了游泳池 犯人们可以在这里健身游泳 这所监狱的生活设施 非常完善 超市 图书馆 咖啡馆 电影院 应有尽有 零包就可以入住 第一名 挪威巴斯特多一岛监狱 这所监狱被誉为世界上 待遇最好的监狱 有多好呢 这么说吧 你有见过哪个监狱 发放工资的吗 前面几个监狱 待遇虽然好 但是充其量 是让犯人白吃白住 生活设施要好一些罢了 巴斯特多一岛监狱 就离大浦了 这所监狱 竟然给犯人发放 每个月两万块的工资 监狱还给犯人提供住宅基地 犯人们可以在这里 养鸡养鸭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 世界上待遇最好的监狱 大多位于欧洲 欧洲的几个小国 最喜欢建设这样的监狱 美其名曰 人性化 其实这是对犯罪的纵容 看到这些罪犯 在监狱里生活的这么好 不知道那些 被他们伤害过的人会怎么想 监狱的环境不能恶劣 但也不能舒适 如果监狱生活过于舒适 那还怎么震慑 社会上不安定的潜在罪犯呢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 你认为对于犯罪分子 应该仁慈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 关注乔宅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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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